字幕提供 80的鏡頭 現在是朝著夕陽的方向 但夕陽下一定不見了 田間的感覺,因為有個濃色 這裡是有個樹 這裡是保新宮 這個是燈架升起來 大約到2米10 扣下來的高度 大約3米高的時候 這是今天禮拜五 來嘗嘗 這個是比較黃的麥田 雖然說它還是有點綠色 這一片縱深從這邊到這邊 大約有 50米左右 最遠處是這樣 從田梗到對面 80米 100米左右 100米左右 這邊是比較黃的 但是它有工廠,背景很醜 然後回來的這一面是水溝 好,Over 現在這邊是從剛剛那個紅色的區域 走過來到這邊 這個田梗裡面的道路 背景一樣 是這樣子 然後 然後 這片田現在的非常黃 照理來說 應該如果到全黃的時候 就會是這樣子 它的田梗全部都是綠色的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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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色的 它那個梗 平角度 哇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應該是要 拉綠Key來了 或是藍Key 把後面Key掉 所以這樣一大片的話 到遠端的時候 廣角變形 都會讓它變很小 再挖掉 有一個完整的地平線 只能這樣做 只能這樣做 昨天拍攝的那段影片 建議的田裡面的 B田 這是它的周圍環境 繞圈環常 從這邊到對面 大約有120米左右 然後走到旁邊 從最深的地方拍 這邊就是剛剛說的最深的地方 同樣繞一下環常 周圍環境就是這樣 遠方的背景 好 低角度一點 如果帶有一點 小廣角 大概是這樣子 這邊是非常的不黃 非常不黃啊 好 Over 順帶一提 從這個角度看的話 正中午的太陽光是從 這邊來的 逆光 所以太陽光會這樣子走下去 昨天大概就是走這個軌跡 OK Over